好 继续我们讲一下密码加密 就是万一我们的数据库 不用户攻破 或者说我们数据有泄漏的情况下 最不应该泄漏的是什么 就是用户信息 用户信息里面最不应该泄漏的是什么 最不应该泄漏的就是 用户名和密码 单纯你只泄漏密码都没事 大家不知道是谁的密码 这个也没关系 你只泄漏用户名也没事 用户名泄漏了之后密码不知道 但是用户名和密码 在我们数据库里面往往是一对应的 他一旦攻破了数据库 那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对应好的 就直接给他了 不用他自己再去配对了 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记得前几年 CSDN被人攻破 好像有几千万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泄漏了 但是这也不是问题 就我们这节讲的是密码加密 如果是你泄漏完用户名 泄漏完密码 密码是被加密过的 配合攻击完之后 拿到的用户名和一堆乱码的密码 这个也没关系 但是那一次CSDN的密码是明文 什么叫明文呢 你就是你输个123 数据库存在就是个123 这就是明文 这样的话 一下子就把这个密码给告诉黑客 这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说 我们不能保证数据库 永远不会被黑客攻破 或者说数据会永远不会泄漏 这个绝对不能保证 但是一旦数据被攻破的话 这个应该泄漏的信息 绝对不是最重要的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数据加密的方式 如果是没有数据加密的方式 用户怎么会攻击呢 第一个就是攻击方式是 你让数据库攻破了 用户名和密码泄漏了 然后就获取用户名和密码 再去尝试登陆其他的系统 现在你可以想一下你的例子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例子 就是现在的系统那么多 每个系统都需要登陆用户名和密码 那用户名和密码很多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 像我个人有很多网站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用的一个 我的银行账户密码也是用的一个 因为我怕多少我记不住 当然我账户多少你也不知道 当然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系统 特别是这种支付网 什么理财 什么银行 他们的加密方式非常非常多 就不仅仅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 密码加密的这种方式 它是防攻破的方式 安全级别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这样解释的 是一个后备方案 就是万一数据被攻破了 后我们的密码不会被泄露 好我们继续说 尝试登陆其他系统 然后呢 右方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将密码加密 我们将密码加密之后 即便是拿到密码 它也不了到面文 比如说它说的是123 密码名文是123 但是我们数据库存的不是123 我们数据库存的是 谁都不认识的一个东西 好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有没有线 正好就是上次那个 数据库的一个窗口 我们把之前这个删掉了 直接弄一个 select信号fromusers 好现在数据库存有三条数据 就是张三里四和test 都是密码 都是123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名为密码 如果我们的数据要丢失 那基本上张三里四test 这三个用户的密码 就直接暴露到 也可以看到眼前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要做一个加密处理 就是首先 我们现在没有讲什么呢 我们没有讲一个注册的功能 按流程来说 我们是应该先注册 比如说张三里四test 然后注册个什么 加义柄定之类的 他注册的时候 应该把加密后的密码都写上 比如说我们注册test的时候 我们的密码不能写123 应该写个加密的过程 这个地方注册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不两个注册是有理由的 我们之前在登录的时候 说过这个理由 那如果是我们做了注册的话 这个加密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法 大家想想是不是 就是我注册的时候 使用用红名和名文的密码 和我注册的时候 使用用红名和加密的密码 它中间就插了一个加密算法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什么 我们只需要把加密算法给写上 然后我们就能知道 通过123生成了什么样的密码 然后生成什么样的密码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密码 直接去写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去做增加的交验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写一下 这个加密的一个算法 关掉 直接在这个UTEOS里面写吧 UTEOS里面 建一个叫CREAP JS文件 CREAP就是Crypto的一个简写 Crypto呢 是NordaJS自身提供的一个酷 专门用加密的一个酷 大家可以去直接拿来运用 你用这个加密的酷之后呢 我们要定一个密室 什么叫密室呢 就是它是一把钥匙 然后我们的密码要和钥匙一块做一个加密 如果是KICKER不知道这个钥匙呢 那我们这个加密之后呢 它又解密不出来 SecretKit 等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比如我们随机写一个 我们要不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然后特殊符号 然后数字 再来个警号 好 这样就够了 这边写了一个密室 密室就是一个钥匙 然后我们通过使用常见的一个MD5加密 定一个函数MD5 然后里面传入个content 这个content其实就是这个需要加密的内容 然后let'sMD5 输入成crypto.createhash 然后把这个MD5给它传进去 然后return一个什么呢 一个MD5.updates 然后把content给它放上去 就是我们 content就是需要加密的东西嘛 最后呢 写一个 let list hext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输出呢 变成一个16进制的一种方式 等会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好 其实很简单 写完了 然后执行一个加密函数 叫generatepassword 然后我们输入password OK 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去 把这个password等于 password and k 等于什么呢 等于secretk 就是 我们传入password 比如说123也好 456也好 然后 用那个secretk 后面这个字幕上 给它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字幕上 当然这个拼接方式没有任何要求 就是你可以通过 使用这种什么 k等invalue adk等invalue来拼接 那你也可以使用别的来拼接 只要最终拼接这个字幕串就行了 这个字幕串呢 要包含什么 要包含这个password 也要包含这个secretk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一些静态的一些字母呢 你能写多少 你就你随便写多少都可以 然后returnmd street 好 就我们通过这个呢 来做一个加密就好了 OK我们做一个测试啊 比如说我们 执行那个generatepassword 然后里面呢 我们穿上个123 好 我们先用node跑一下 执行一个测试 src utils crypto.js 写完之后没打印 打印一下 好 大家看是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123abc吧 保存 这样 然后再弄一个456吧 这是123 这是456 这是abc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23 是不是每次出来都一样 就是第一次123吧 我再评一个123 好大家看 第一次123的时候 它出来的是这么一种形式 然后第二次我们执行124加密的时候 出来这么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每次只要是它的名文是一样的 那它加密出来的密码就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头密码放在什么呢 就这个是123嘛 我们就可以把这头密码来放在这个我们的数据库中 但是我们之前试试数据库的时候呢 这个password是有长度的 所以说我们先算一下这个密码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把数据库就能改一下 这是32我们把数据库改一下 可以用适应的 然后适应的 Apply Apply Close 完毕 好 比如说我们update userset passwords 等于什么等于这个 这个是123出来的一个加密的串 然后 where username等于 上3 配号 我们之前这个代码 这个还是命中的我们之前讲述 那个安全模式 我们看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之前一个update的时候 大家看我鼠标这个地方 就是你正在使用一个安全更新模式 saveupdatemode 这样的话你可以执行这么一个 就是setSycle save update 复制成零 好 使用这个大写 setSycle saveupdate 复制成零 然后执行 执行完之后大家看执行成功了 执行成功就可以删掉了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这个update 好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注释一下 然后select信号from users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张三线的密码就是这个123 加密之后的这个tard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修改登录 修改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需要把这个generate password给它输出出来了 model.xpos OK 那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呢 cntroller里面用到点js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generate password给它引用过来 require utl require 不管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输入password的时候 我们先对password进行一个escape的一个转换 转换完之后呢 我们生成加密密码 比如说password复制成generate password 然后把这个password给它传进去 如果password输入123的话 经过这一步是123 当然这个escape是转换这个cycle注入的 这个只要你不写工具代码 这个就基本上不会起什么作用 这输入123到这 它根据123去生成密码 然后生成了一个123之后的加密密码 到这来之后呢 就会通过这个123加密码进行比较 好我们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把这个npm rund 把这个服务器起来 我们试一下 login 张三 123 登录 搞出一个问题啊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 后面的这个password没有加单引号 就这个单引号我们后来去掉了 去掉是因为什么呢 去掉是因为这个escape这个东西而去掉了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掉这个单引号 然后必须把这个escape这个函数呢 放在生成这个cycle语句的之前 因为有了escape的这个语句 我们才可以去掉这个单引号 所以说我们必须执行完escape之后 直接去生成这个cycle 如果说我们先去执行escape 然后再去生成这个password 就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看 edem等于一个单引号张三对吧 没有问题 password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密码 然后等于一个密码之后 它又没有单引号了 没有单引号 它当然会cycle的语法会报错 好 我们试一下 保存 刷新 张三 123 登录 好 成功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试一下里四 里四密码是123 大家想想能不能成功 里四密码现在就是123 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呢 大家想一想 因为我们不管是张三还是里四 他在执行这个密码加密的时候 都要进行这个deterator password 然后都要去走一遍什么 走一遍这个md5的加密 那里四的密码也是123 经过加密之后的这个密码 那可不是123了 经过加密之后的密码是这个 然后按理说你里四的数据库里面应该存的是这个 而不是123 因为我们按理说我们的password里面不能存名为的密码 所以说里四登录失败的 但是张三的数据库里面存的是这个123加密之后的一个密码 所以说 我们输入张三 然后密码123 登录就会成功 ok 所以大家到这之后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了吧 就是 按理说在注册的时候生成了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就是已经被加密过了 然后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在使用之前的加密算法 就是这个加密算法要注册和登录要统一起来 然后这个密室也要统一起来 使用这个加密算法呢 生成一个密码 然后通过这个生成的这个密码呢 去匹配数据库里面生成的那个密码 然后只要匹配的上 就可以保证登录成功 ok我们先注册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加密算法啊 就不用太别复杂 用这种方式就可以 虽然说也有可能会被解密的风险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密码都可能会被解密 特别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主讲突灵的一个电影叫模仿游戏 里面就是专门捡这个解密 二战时候这个英国怎么去解密 德国的战争的一些密码的 有任何密码都可能会被解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的是加密和不加密的区别 你不加密的你是明文 那你的风险是暴露无益的 你加密完之后 虽然可能会被解密 当然我们加了这个secret key之后 它解密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也有可能会被解密 但是这个相对于不加密来说 我没付出的成本就是写着这么几个代码 但是对于黑客来说 它付出的成本 那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不用关心说 我们这个加密算法要实际的多复杂 只要有加密 那就比没有加密要强太多特备 所以说先第一步 就是你要把加密做上给用上 再说先不要管 你说你的加密算法 到底是不是专业啊 是不是复杂啊等等这些 当然这个密室你要保密 这个密室如果不保密 被黑客知道了之后 那你的密码被公布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就是针对这一章所有的安全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了在货注入对吧 我们想一下在货注入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也是非常久远的一个问题 它是可以公布数据库 拿到我们的信息 以及它可能还会删除啊 更新了一些数据信息 所以说非常危险 那我们怎么预防呢 我们通过一个 MySQL提供的一个Escape函数进行预防 它的本质呢 其实也是提换一些特殊字符 让你输入的这个SQL片段失效来预防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了 如何防止这个XSS攻击 XSS攻击是前端同学也比较熟的一个攻击方式 但是后端同学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必须去做 然后XSS攻击基本上要获取的是一个前端扣给的一些信息 然后预防呢就是把一些GS的关键的一些标签 把它转移掉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使用了一个通过NPM 安装了一个XSS的一个库来解决 这样的话比我们自己写更加专业一些 最后呢我们讲了一个如何加密密码的问题 大家首先一定要知道这个加密密码的一个意义 就是把我们的密码加密完之后 pink即便上是拿到了我们的数据库的信息 他也不知道名为的密码 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 然后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自己写一个简单的加密算法 当然这个密室我们要保管好 注册的时候通过加密算法生成密码 然后我们登录的时候呢也通过相同的加密算法生成密码 两个一比对 加密之后的密码如果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算登录成功 OK这张就讲完了 这张讲完之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不使用框架开发web server的章节就算是讲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总结 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到底都讲那些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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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